这本书讲述了一起发生在日本的连环杀人案件 1979年至1990年 日本立木县与群马县县界附近方圆10公里的区域内 四名女童失踪被害 四起案件有诸多相同点 对象都是女童 其中两起案件发生在弹珠游戏厅 三起案件的被害人尸体在河边被发现 1991年警方以诱拐杀人的罪名 逮捕了一个名叫奸家立和的男人 凭借自己供述与DMA刑定两项铁证 日本最高法院对奸家立和做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 但定罪后的1996年 在与立木县相邻的群马县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 本书的作者清水洁在2007年注意到这起案件 花了大量的时间走访调查 发现案件存在诸多一点 他意识到警方很可能抓错了人 而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好 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回到上世纪70年代 从头梳理一下足利女童失踪案的案情 第二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清水洁是如何展开他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的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看案情 1990年5月12日日本立木县足利市 四岁的小女孩松田真实跟着下了班的父亲 进到了一家弹珠游戏厅 据当天店里的工作人员回忆 小真实一直在寻找一只前一天一起玩耍的野猫 在六点半左右 小真实就不见了 但他的爸爸一直到七点才察觉到异样 开始大喊名字寻找 但并没有任何回应 立木县警察局也迅速出警了 在住宅地 工地 河边搜寻 直至深夜 仍不见小真实的踪影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噩耗传来 小真实的尸体在河边沙洲被发现 死因是勒住脖子造成的窒息 警察还在河里找到了他的衣物 衬衫衣物上附着凶手的精液 体毛和唾液 经检验凶手势必行血 这已经是立木县发生的第三起女童失踪案件了 1979年 五岁的福岛万迷在一个神社失踪 六天后 警察在河岸鲁尾丛的一只帆布背包里 找到了福岛万迷的尸体 他只穿着内衣 同样是窒息死亡 1984年 五岁的长谷不由美 在弹珠游戏厅失踪 一年零四个月后 他的尸体在距离游戏厅两公里外的农田中被发现 彼时已是一具白骨 无法再查明死因 长达十年 警察都未能侦破这两起案件 民众没能等来真相 却等来了类似事件的再一次发生 这极大激化了警民之间的矛盾 为此 时任日本刑事局侦察一科科长 山本薄一 空降立木县警察局 坐镇侦察工作 他当时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 大表决心说 十年间 三个本该有大好未来的孩子接连丧命 此案事关日本警察的名誉 必须重点侦办 压力传达给了当地每一位警察 据当时的一位侦察队长回忆说 上头的指令很简单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凶手抓捕归案 我们认真侦察了 从调查过去的犯罪记录起 把所有能夺的都做了 竭尽全力 可嫌疑人总是锁定了 又被排除了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 他们注意到了一个叫做 奸家利和的男人 据说起因是警察 在一次走访调查中 发现了这个男人家中 堆满了罗利控影片 之后警方又了解到 这个人是一名校车司机 几乎每一天都要和儿童打交道 此外他还时不时出入弹珠游戏厅 最关键的是 他正好是避刑血 警方还特地收集了 奸家所扔的垃圾 试图拿去做一番检测 一检测警方惊了 奸家和凶手的DNA型完全一致 1991年12月1日清晨 警方带走了奸家利和 对他进行了长达13个小时的审讯 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 奸家招供了 他供述说 案发当天 他在弹珠由戏停完到7点左右 正准备回去 看到了独自在停车场角落玩耍的小真石 他引诱小真石 坐到了自己自行车后座上 朝河流方向骑去 在河岸边 他企图猥亵小真石 害怕他大叫 便掐死了他 事后将小真石的尸体 藏到了芦苇丛中 然后骑车逃走了 就此 足利女童连续失踪案宣布侦破 1992年2月20日 足利警察局的侦察部解散 时任侦察队长在记者会上发言称 三起案件全面侦破 我要感谢栗木县的全体民众 13年来坚持不懈的侦察工作 终于取得成果 令人万分感慨 地方法院随后对此案进行了公审 贱家承认了全部起诉内容 但1992年12月 贱家又推翻了之前的供述 他说 他是因为审讯的刑警太过可怕 才不得不承认了所有指控 一个月后 贱家的辩护律师代替 贱家向法院递交了一份上诉书 表示说不存在逼供 他是主动承认罪行 可半年后的第十次公审 贱家又再次否认了供述 但不管贱家的言论如何 毕竟有DNA鉴定报告为证 贱家的翻供效力不大 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怀疑 他可能只是为了寻求减刑 才做了那么一出 1993年7月 贱家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随后提起上诉 他的辩护律师佐藤博史 对警方的证据效力提出了质疑 认为DNA型鉴定方法存在问题 1997年 辩护团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请求再次实施DNA型鉴定 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 理由是DNA型鉴定法 在科学原理上是正确的 具体操作是由掌握相关技术人员 通过科学可信的方法进行的 最终法院维持了原判 足利女童连续失踪案 由此成为日本首例 承认了DNA型鉴定 具有证据效力的案件 时间跳转到2007年 本书的作者清水杰 当时就职于日本电视台报道局 是社会部的一名记者 6月的一天 社会部部长山本敏 邀请清水杰一起吃饭 饭桌上部长提出一个计划 他想围绕一个主题 展开为期一年的报道 报道的目标是要撼动日本 他邀请清水杰加入这一计划 去关注一些尚未侦破的案件 清水杰自认撼动日本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作为记者又难免为此心动 他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务 清水杰和同事一起列出了一张 日本历年来尚未侦破的案件 足足有20多起 他们逐一对此展开讨论 很快他们注意到了 1996年发生在日本群马县的 恒山游嘉梨诱拐事件 4岁的小女孩恒山游嘉梨 在一家弹珠游戏厅失踪 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名可疑男子 她在一个裤鼠天 穿着身色长袖夹克 肥大的长裤 她凑近恒山游嘉梨 说了一些什么 随后出了游戏厅 不一会儿恒山游嘉梨追了出去 就此下落不明 这段监控录像 当时被送到电视台循环播放 嫌疑人的通缉海报 也贴遍了日本的大街小巷 但十年过去了 却一无所获 清水节随后搜集到了 更多案件相关资料 她留意到 在恒山游嘉梨事件的9年前 1987年 太田市还有一名叫做 大泽鹨子的小女孩 在公园失踪了 她所失踪的那个公园 与弹珠游戏厅直线 距离不过5公里 清水节还立刻想到了 足利市的那三个案子 太田市与足利市 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县 但他们是紧挨着的 恒山游嘉梨和松田 真实失踪的地点 也就是那两家弹珠游戏厅 直线距离只有大概10公里 也就20分钟车程的样子 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此外 清水节还发现 足利市的三起案件 当年虽说是被当作 连环案件侦办 对坚家立和的调查 也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 但奇怪的是 最终法院并未同时起诉 这三起案件 而只起诉了其中一起 其他两起都因证据不足 而草草结案了 所以严格来讲 当年足利市警方 其实只证实了坚家是罪犯 但却并没能证实 他是那名连环罪犯 随着搜集的资料越来越多 清水节心中的疑点 也就越来越多 2007年夏天 清水节无法再在办公室坐下去了 他将五个小女孩的照片打印了出来 夹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中 然后动身前往了案发现场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讲 清水节在现场都调查到了一些什么 一般来讲 在对罪案 事故 灾害等重大社会事件的报道中 相关机构的通报 往往是记者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日本 有专门的记者俱乐部制度 也就是十几家主流媒体联合起来 共同来与机构交涉 要求机构公布相关信息 理想的情况下 机构会如实公布信息 媒体和查后 再将这些信息广泛告知公众 但事实上 机构往往只会公布 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信息 而媒体大多时候 只是充当这些信息的搬运工 在清水节的上一本书 捅穿跟踪杀人狂事件中 他就详细记述了 日本警方为了遮掩自身的失职和过错 有选择性地公布受害者信息 将受害者塑造成了一个奢靡 风尘的女大学生形象 从而引导公众去指责她 而不是同情她 这最终对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阻碍了对案件的侦查工作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 清水节一直以来都极其强调记者自身的查证能力 在她看来 记者不应该轻信任何资料和话语 除非他们经过了严密的查证 再来到足利市后 清水节联系了大量案件相关人员 与他们交谈 试图逐一盘查当年警方列举的证据 她找到了当年警方扣押的 兼加利盒的所有物品 一共十个纸箱 她和同事彻查了这些物品 其中有兼加的上衣 裤子 运动鞋 还有133部录像带 清水节注意到 这133部录像带中 没有一部是萝莉题材 这就与当年警方所说的话有出入了 清水节随后又去了 兼加当年常去的那一家录像店 找到了老板娘 老板娘也再一次确认 兼加从来没有租过萝莉空影片 在兼加的供述中 她提到她在杀害小珍时候 去超市买了饭团 炸肉饼和灌装咖啡 清水节找到了超市 在当年那一天内 所有购物小票的备份 她逐一和对后 发现在兼加到店的这一时间段内 并没有与她供述一致的购物记录 当年兼加的辩护团 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还将此作为了兼加无罪的证据 可法院并没有认可这条证据 理由是兼加的供述相当含糊 购物行为很难确定 法院认可了供述里 关于杀人的部分 却又不认可购物这一部分了 这种有选择性的认可 让人进一步心生疑惑 此外 在案件的调查书中 有一幅黑色的简笔画 那是兼加自己画的案发时 所穿鞋子的鞋底印 可为什么要用简笔画呢 难道在案发现场 没有提取到鞋印吗 但是在警方绘制的 抛尸现场图中 又明确标记了足迹 而且从案发后拍摄的影像中 也看到有鉴定人员 在现场胶筑石膏 提取足迹 清水节还走访了当地的鞋店 有鞋店老板说 当时警察拿着鞋印照片 四处打听过一轮 可都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最后却还是 以一幅简笔画了事呢 清水节找到当时的 侦察队长询问此事 队长闪烁其词 尤其是当清水节问到 是不是奸家的鞋 和现场的鞋印 并不符合的时候 队长更是直接 以记不得了躲避了问题 清水节还竭尽所能地 去采访了受害者家属 关于媒体 要不要去采访受害者家属 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在一些人看来 媒体采访受害者家属 完全是为了消费他们的苦痛 一些人甚至会用吃人讯馒头 来形容媒体的这一做法 清水节内心对此也有抗拒 尤其事情过去那么多年 受害者家属可能已经放下此事 在某个地方安静度日了 这个时候去打扰 更显得是一种冒犯 可如果想要还原真相 受害者家属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清水节只能背负上争议 去做这件事情 清水节找到了 松田一家的一个熟人 让他帮忙递了一封信 之后的一个晚上 清水节借到了 松田真实母亲打来的电话 他说 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 这让我们很困扰 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 我给你打电话 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清水节努力解释自己的来意 但对方突然就把电话给挂了 但第二天 电话又打来了 松田真实的母亲解释说 昨天真是抱歉 手机没电了 其实受害者家属不一定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在一些时候 他们确实完全不想在对外发声 想让生活回归平静 但也有一些时候 他们需要一个出口 抒发自己的情绪 听取外界的声音 以及向外界寻求一个解释 松田真实的母亲 在拨电话的时候 究竟是何种心态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样 清水节很感激他 他在书中说 要是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这个案子会有怎样的结果 我不敢去想 后来 清水节和松田真实的母亲见了面 清水节讲起奸家当年的供述 当讲到奸家骑着自行车 把小真实带走的时候 松田女士突然露出惊讶的表情 她表示说 小真实当时还不会坐自行车后座 家里如果骑自行车送她去上幼儿园的话 得在自行车后座放上而同意 这一下又动摇了奸家所供述的作案细节 当天 松田女士离开的时候 清水节冲着松田女士的背影 深深地鞠了一躬 2008年1月 清水节所制作的这一期 名为连环杀同案的真相的特别报道 在日本电视台播出 报道提出了连环案的假设 传达了足利案中所存在的一点 以及还传达了 作为弱势一方的受害者家属的声音 报道长达40多分钟 播出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电视台收到了大量反馈 其中有的惊讶于案件的离奇 有的称赞记者扎实的查证 但也有人质疑说 这样的节目可以播出吗 最高法院不是都判决了吗 在监狱的监家也看到了这期节目 他给清水节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说 小真实的父母好可怜 我绝不会原谅凶手 同时他再次请求重做DNA型鉴定 监家说的没错 其他的证据在站不住脚 只要DNA型鉴定摆在这儿 那他就依然百口莫辩 DNA型鉴定凭借科学性和专业性 几乎成为最不可能推翻的一项证据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 只要DNA型鉴定一致 那这个人就绝对是凶手 清水节此前完全不了解DNA鉴定相关的知识 他拜访了大学教授 DNA型鉴定专家 以及熟知相关知识的律师 想方设法理解其原理 并且寻找这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那DNA型鉴定究竟是什么呢 你可能注意到了 我们一直在说的是DNA型鉴定 而不是DNA鉴定 之所以加上一个型号的形字 是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是血型鉴定 它把人的DNA分成了不同的型号 由此将人分成了不同组别 所以当一个人的DNA型与凶手相同的时候 只能说明和凶手处在同一个组 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本人 在美国等DNA型鉴定技术成熟的国家 DNA型鉴定多用于无罪证明 因为它说明不了嫌疑人绝对就是凶手 但是它能说明嫌疑人绝对不是凶手 在1992年 美国的一个法律组织 发起过一个清白计划运动 它就通过DNA型鉴定证明了 200多名服刑人员的清白 但在足利案中 DNA型鉴定充当的却是有罪证明 当时的鉴定结果特别强调 血型和DNA型都与凶手一致的概率 只有0.0012 但实际上后来随着数据库样本的增多 到1993年 这个概率已经上升到了0.0054 相差四倍之多 据兼家辩护团的推算 在足利市和凶手是同一DNA型的人 达200多人 在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清水节又专门以足利事件 有没有必要实施DNA型在鉴定为主题 推出了两期专题报道 此外 兼家的上诉辩护团 也不断在和法院申请实施在鉴定 终于在2008年10月 法院松口同意了这一请求 2009年5月8日 法院公布了在鉴定的结果 据祝波大学法医学教授 本田克也的鉴定 兼家和凶手的DNA型并不一致 但随后 警方便开始猛烈抨击 本田教授的鉴定结果 他们认为本田的操作并不规范 他所检测出来的凶手DNA型有误 但不管怎么争论 构成兼家有罪的证据 被彻底动摇了 2009年6月4日 兼家立合从监狱被释放 清水节拍下了兼家出狱的画面 兼家在摄影机面前享用咖啡 他捧着冒着热气的杯子说 真好喝啊 味道就是不一样 在监狱里喝不到这样的咖啡 2010年3月26日 法院宣布了足利案在审的结果 法庭认为 在这起案件中 号称科学的DNA型鉴定报告 反倒成为警方刑讯逼供的手段 让监狱不得不招供 最终造成了这一起冤案 审判长最终对监狱做出了 无罪的判决 并致倩说 由于没能充分倾听监狱 监狱先生真实的声音 导致其自由被剥夺 作为本案的审判长 我由衷地表示歉意 当时清水节就在现场 他看着三位审判长 起立给监狱里和鞠躬 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静静地看着 象征绝对权威的法院与法官 向监狱道歉 承认自己的过失 体内有什么东西沿着背脊在涌动 或许就是现在 日本已经被撼动了 清水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长期追踪足利女童失踪案 凭借着对真相一丝不苟的追寻 他最终揭示出了 日本警方在查办此案过程中的 懈怠与糊弄 尤其是他动摇了 DNV型鉴定的神话 让公众意识到这种 所谓的科学手段 在有时候只是 刑侦机构的一种形象工程 甚至是他们的一种逼供手段 最关键的是 他帮助兼加利和获得平反 让这一个正直的普通人 不用再承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一直到今天 清水节对这起案件的追踪 仍未停止 因为这五起案件的真凶 依然没有被缉纳归案 清水节其实早在当年采访的时候 就凭借几个目击证人的证词 所定过一名可疑男子 他暗中跟踪了这名男子一段时间 甚至取得了这名男子的DNA型鉴定结果 结果显示和凶手一致 但做到这个程度了 警方依然拒绝采信他 迟迟没有展开行动 一年又一年过去 舆论对这起案件的关注逐渐减弱 但清水节表示他绝不会放弃 清水节在入行后多次经历生死现场 在那些现场他确认了一个事实 除了生命失去什么都不值得恐惧 他也由此确认 他这辈子都要做跟人命有关的报道 在他看来只做冤案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抓到真凶 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对生命负责 在这本书的最后 清水节给凶手留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还不能揭露你是谁 你在哪儿 可是我要再次记录下你的存在 你逃不掉的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